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和日籍老公Akira 17号在台南举行婚礼 行程从中午开始一直到晚上 也换了几套绝美礼服 首先亮相的白色婚纱 在颈部肩部搭配了手工缝制珍珠超吸巾 另外还有深V的粉色系羽毛造型礼服 以及中式粉红色的旗袍风格 更藏有带子绣工法 希望新人能早生贵子 而在婚宴结束之后 一行人也移到了酒店举办派对 邀请宾客好友玩到半夜 志玲姐姐更换上了流苏亮片礼服 跟老公大方热舞展露性感 甚至开始帮老公姐扣子脱衣服 也引来全场一阵热烈欢呼 越夜越开心 开始帮日籍老公Akira 截扣子脱西装 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 在婚宴结束之后 回到酒店举办after party 现场气氛 嗨到不行 越拖越起劲 好朋友小S也来凑热闹 甚至直接动手 扒开衬衫引起全场怀忽 把小S扣在怀里制止 Akira的逗趣举动让宾客们扫开怀 志玲姐姐在派对中和老公甜蜜热舞 不识善恩爱 Akira再度感性告白 对于丈夫表现赞誉有加 完婚近身人妻 赛部准备拼做人 回顾整场婚礼 林志玲一天就换上五套绝美礼服 第一套以白色婚纱亮相 颈部肩部搭配手工缝制珍珠 再来是优雅的深衣粉色系羽毛造型礼服 仙气十足 另外还有香满水钻的冰晶蓝长礼服 以及宋客时穿的粉红中式风格 特别用戴紫绣刺绣功法 象征多子吉祥 最后参加派对的亮片礼服 则是以流苏短裙斩斗性感 每一套挑选都十分讲究 身为时尚名模婚纱礼服 满满女神风格 同样成为话题 记者继续报道